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土石流区的中间 他们是听到有外语的声音 就是听到一些声音 后来梅山里里长跟拉布兰里长 就一直喊说 赶快赶快 我看到这个泥流越来越大 我说不对劲 这个后面还有更大 因为我看到卸代表的动作比较缓慢 他从上面又跑 我说跳下来 因为我已经接近他了 他不跳 结果他一踩空的时候 刚好接近的 我还把他抓起来 抓住之后 他靠在那个栏杆 泥流就来了 那我才抓住他一两秒钟 结果后面就有一颗大木头 重过来压到他的头 我用左手把大木头顶起来的时候 大木头后面跟着就是 一阵大的泥流就跑 把我也淹没了 那当我起来的时候 原来我手是空的 好 好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